哈囉 大家好 我是魔人 今天回來再跟大家說一說 G-Generation 革命 這遊戲更新了什麼 兩部高達就更新了 就是決鬥和主天子 我自己覺得主天子比較重要 為什麼這樣說呢? 天人三子齊齊了 威力提升 只有這個原因也值得去做出來 當然可以打 開發 為什麼不弄出來呢? 所以天人三子 這部主天子一定要 其實是四子來的 不過暫時出了三子而已 肥仔機還未出 好了 今天我們先看看決鬥高達 決鬥高達 第一的Type 1 Type 1形態 射擊 雷射彈 能力得破呆氣層 以及傷害減少實體的攻擊 Type 1是沒用的 我可以斷炎 第一 一定是沒用的 沒那麼好用 我們先看看Type 2 Type 1來講 攻擊是737 都非常之... 不高... 不是 直球是低的 不是不高 防疫永中也低的 1 2 6 47 那不是彩機的情況就OK啦 是飛不到上天的 即是打不到空戰的 大家要注意啦 好 Type 2是怎樣呢 技能也是防禦指令牙同隊的 MS 15秒內的 30%防禦的提升 那...其實... Type 2好像沒什麼大改變 但是命中低了 攻擊高了 大家看到了 797的攻擊 我們再看看最後的Type 3是怎樣 對啦 雷射軍刀 突擊碰到第一個敵人造成傷害 那我自己覺得Type 3會比較好一點 無論攻擊或防禦 大家可以看到是高了 命中也高了 那...這部... Seed 系列的決鬥高達 大家要知道啦 其實它最主要是一部格鬥的機體 那如果你說Type 1 和Type 2 要用其他的話 一定比它好 那我覺得這個絕對好一點 那剛才它是實體攻擊 這次是實體彈 要注意啦 實體彈可以減少40% 相當不錯 如果就這樣看實體彈的話 那我們先看看LW LW是澤多棍 高達類型 以及伊薩古 伊薩古 我相信大家打過Seed 的關卡都會有 那就沒什麼大不了了 那在哪一隻呢 我也展示一下給大家看看 這隻決鬥高達 我自己一定不會抽的 因為... 暫時來說 我覺得很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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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類型 這類型的機體 加上它並不是特別突出 那...我應該會留石在後面才抽的 伊薩古就是這個角色啦 咦? 白色頭髮的... 面上有刀巴啦 為什麼呢? 是因為被基拉一腳踢在駕駛艙上爆了 然後他的頭盔裂掉了 戒掉他的臉 所以他是有一條疤痕在那裡的 對啦 OK 其實你說... 拿一部機回來 然後有個專用駕駛師升尼 亦都無防 如果大家真的很喜歡決鬥高達的話 我就建議會做Type 3 會比較好的 認真是Type 3 比較好的 好 那...這部看了我們看第二部啦 主天使 主天使就... 我們先按進去主天使開發 對啦 這裡有的啦 不對啦 直接按進去這裡 對啦 好 接著特別活動 主天使開發啦 就在這裡啦 詳細活動 不對啦 先看完活動 對啦 那我自己還沒打完 對啦 大家都看到啦 他會送一隻專用駕駛員給你啦 那就是哈魯爺哈蒂姆 對啦 記得打啦 如果大家... 天人... 這個... 天人三... 即是...我記得... 天人如果掃齊三隻的 如果大家本身有力天使X 再加上這隻主天使的 接著三個角色是天人的 好像是會... 有個20%加攻的加成的 是好...是非常之好用的 那所以我就覺得... 如果大家有力天使 又有... 這個Xia的話 謹記開發這隻主天使啦 如果不是就真的很浪費啦 OK 那我們看看主天使究竟是否強勁 即是對比起我們的決鬥高達 但是決鬥高達始終是抽出來的 首先不用說啦 空戰是可以打到的 但是... 呃... 看不完它的最強實力 那我們不要看數值啦 就這樣看啦 Type-1就是M來的 即是中機啦 對範圍傷害啦 全部是實體彈來的 OK 那就... 已經有件事給... 這個... 決鬥高達好的啦 就是它有這個效果啦 對啦 傷害提升必有對物件啦 那這件事要注意啦 那就... Type-2那些是完全看不到的 我們只能按下去而已 對啦 沒得看 對啦 對啦 因為這部機始終要弄出來才能看得到 如果是這樣的話 只要看圖鑑可以打 不過圖鑑應該不打 還沒弄出來 要什麼機呢 布拉 還有另外那一部 另外那一部都是零零的 零零的 對了 那... 都沒有什麼特別的了 對啦 今天差不多 不對啊 我先看看這個什麼 看看這個薩娜 是不是有天人的技能 其實一定有的 薩娜 對啦 給我一點反應 完全沒有反應 我笑了 天人一叻的 我還沒升的原因是因為... 欸?好像沒得升了 啦 一叻已經是這個... 擁有三個天人技能的三人編成同一隊 將傷害提升20% 大家注意啦 那麼... 如果是主天使 對啦 加力天使再加上我們的X 加上這隻薩娜 對啦 大概全部都是有天人的啦 我估計 如果不是沒有的話 都會接近的啦 所以大家就... 謹記 這部主天使都一定要拿的啦 對啦 就算... 那個角色沒有啊 那... 呃... 再等下出多隻 或者等主線出 應該也有的 那天人這個技能是非常恐怖的 加20%的... 攻擊啦 那... 謹記啦 對啦 我看看天人能不能升 如果能升的話應該可以達到40% 好 看看薩娜先 嗯 技能強化 欸? 天人不能升的 天人最盡是一招 那即是... 如果你集齊了 其實... 整隊都是... 零零系列的 那麼... 還有... 有天人這個角色 這個技能 對了 那麼... Lock on 也有啦 天人啦 大家可以看到啦 對了 那麼... 其實我覺得呢... 四子裡面 每個人都是天人來的啦 哪有... 怎麼會不是沒有這個技能啦 如果出了一個 那麼... 所以大家就注意一下啦 那我們再看看... 這隻... 剛剛我們更新的活動詳情啦 那要看一看嘛 好啦 這個活動更新 蛤? 沒有什麼特別的東西啊 我們等它公告 下一期的抽蛋而已 現在只有... 好 那... 都沒有什麼特別的啦 這次的更新 那麼... 不知道大家打完那個Wanking 還沒有啦 Wanking 還很重要 或者看完世紀之旅 世紀之旅來說呢 就... 出了... 這個出了第七 我都... 最近沒什麼打了 對了 主線其實已經出多了啦 啊... 零零零零... 這個... 原祖高達啦 對啦 那麼... 就出到... 高達系列啦 那麼就出到這個... 的第七章啦 那麼... Gundam Seed 呢 就出到... 還是第七章啦 這個知道了很久啦 那... 零零啊 第六章呢 喂... 是不是還沒打完 開不到第七章啦 哈哈 好像不是啊 那...應該可能是啦 那就先打一下 好 那麼今天來到這裡啦 希望大家明白一些新機 究竟哪一隻重要一點 去做哪一隻 那麼... 你是決鬥高達 開發不出來的 如果真心喜歡就偷一偷啦 對了 那麼... 這條片來到這裡啦 希望大家喜歡啦 如果喜歡記得按LIKE 或者訂閱我的頻道 如果你的朋友也有玩的話 可以分享給他 多謝大家觀看 今天是這麼多 拜拜 拜拜